第1199章此地 本作用三百年 代主二字 顾名思义 代理掌管之职 而人族的身份 准先的修为 也使这一职责与其相配 主上 您的身份 我们大致有些猜测 能被九岸先公安排降临此宇宙 且直接化为思雨 先殿前 一位额头长有第三目的类人老者 向着许清一拜 恭敬开口 这种事情 古往今来 只有那些从仙兜里飞升的人族嫡系 才有此资格与殊荣 想来 主上宁就是这一届仙兜的飞升者之一了 至于那位昆吾大人 他与主上宁一样 据说是前面某一届的仙兜飞升者之一 也有属于他的宇宙 但因我们这里似乎很适合他修炼 所以 他在千年前来了后 就没走 他是人族 且九岸天太大 说到这里 老者看了眼站在陨石仙殿内的许清 而九岸天内 没有先殿之主存在的宇宙 就是无主之语 所以其内大都这般 有人族修饰在内修炼 如牧羊宇宙里 在昆吾大人前 也有其他人族修饰占据 只不过这千年 被昆吾大人驱除了 老者小心翼翼的开口 在他心底 无论是昆吾还是眼前之人 他都不想得罪 所以只能言语暗示 取清文言 若有所思 也就是说 带主 只是一个称呼 并非真正的代替掌管 老者迟疑 最终点了点头 是的 牧羊宇宙 已经很多年没有先殿之主存在 此为空悬之下 来的人陆陆续续 很多 古来如此 所以这千年里 大家也就听从了昆吾大人的安排 说到这里 老者露出苦笑 实际上 九岸天的宇宙数量众多 所以即便是每一届飞生者都会被赏赐宇宙 可选刀墨羊宇宙的概率也不大 而这一次主上降临 我们也是有很多意外 想来那位昆吾大人 也是意外的 取清目光尽冷 此刻他已明白九岸天内的一些潜在规则 毕竟九岸天太大 宇宙数量众多 所以不可能每一个宇宙都有安排 于是就存在了若干无主宇宙 这些无主宇宙 自然会被人盯上 闯入进去后 依靠人族的身份 导也可以横行 这或许也是九岸先攻默许的行为 毕竟按照第五星环一贯的做法 是从竞争中选择强者 物竞天则 取清目光落像那片奇异的墨土区域 但我的到来 这些异族都能知晓 此人不知晓的可能性不大 知晓后 没有选择离去 反倒将我那一缕神念碾碎 这是要做一个恶客了 既然是恶客 驱赶就是 取清心中平静 没去理会八方跪拜之修 而是抬起脚 走出了仙殿 走出了所在的陨石 走在了星空中 持空在他脚下流淌 虚无在他四周波澜 取清踏着时光 踏着虚无 在此避各方一族首领的心神亥然间 他神念为影 牵引琢磨洋宇宙的光阴之线 如琴弦弹奏 翁的一声 刹那消失 他虽离去 可这四周跪拜的一族修 一个个内心的波动 强烈至极 如有风暴滔天 尤其是里面那些主宰巅峰之修 内心更是轰鸣 他们非寻常之辈 实际上若不是第五星环对他们的限制 他们早就可以成仙 所以一个个见是自然不俗 而越是见是不俗 这一刻内心的震撼 就越是翻腾 时空 这位主上的线 竟是时空 他修为虽只是主宰 且先胚只是幻真 可方才那一瞬给人的感觉 绝不是主宰层次 这位 是此界非生者的地己 在这个方一族纷纷心神震动时 牧羊宇宙内 鱼头所在之地 那片神念无法探入的四黑洞 又四太阳的区域边缘 盘西坐着一个中年修士 这中年修士神情冷漠 身穿颈袍 一头蓝色长发飘摇 此刻正闭着眼 其手中赫然持着一杆鱼杆 鱼线没入前方的黑洞内 正在垂掉 而下一杀 他眉头为皱 双目默然睁开 看向远方星空 几乎在他看去的刹那 那片星空突然起皱 仿佛成了一张纸 瞬间折叠无数次 随后成了一个门户 许青的身影 从内一步走出 显身的一刻 许青面无表情 目光落在了垂掉的中年修士身上 随后又看了 看于陷落入的墨土黑洞 至于其身后的星空 此刻已不再起皱 恢复正常 原直 许青目光一宁 之前他只是一缕神念到来 又很快被捏碎 注意力都在那恶可身上 所以难以察觉 墨土黑洞的玄妙 此刻轻身而来 顷刻间 他就感受到了墨阳黑洞内 竟有原直之力 但或许是墨土的特殊 也或者是黑洞自身存在了犀利 所以其内的原直无法溢出 只能以这种垂掉的方式 将其牵引 可依旧还是让许青精神一振 虽这原直气息内敛 似不那么容易取出 可要知道 原直 是上行星环的根源 甚至可以说 是整个上行星和理 最核心之能 同时也是先胚大成的关键 这样的能量 存在就是珍贵 这就是墨阳宇宙 被列为战略资源的原因 曲青准备之后 好好地研究一番 随后目光从墨土黑洞内收回 看向此刻正凝望 自己的那位中年修士 离开这里 曲青传出低沉之声 中年修士 正是昆吾 他望着曲青 面色一沉 淡淡开口 你是此界非生者 曲青没说话 只是平静地望着眼前昆吾 昆吾眯起眼 仔细打亮了一下曲青 有些看不透 且也感知到了 对方虽不是准仙 可也具备了准仙战力 尤其是他察觉 曲青四周的时空波动 这让他有些警惕 于是思索后 缓缓传出话语 本作出自大仙门 此宇宙虽曾经特殊 可如今也沦为寻常 所以我先借用一下 不多 三百年 至于报仇 昆吾话语还没等说完 曲青已抬起了右手 体内的时空线 在这一刻骤然散开 去掌控墨洋宇宙 众生万物时光 换了其他宇宙 以曲青现在的修为 自是无法做到这一点 毕竟任何一个宇宙 都近乎无穷之大 可墨洋宇宙不一样 他降临的一刻 已是此宇宙的先殿之主 自身与这墨洋宇宙 存在了主从因果 这里成为了他的私语 如同是神灵体系里的属于神灵的神国 所以 之前他的神念可以借着因果 覆盖整个宇宙 而如今 他的时空线 亦是如此 刹那间 整个牧羊宇宙的时光 齐齐翻腾 被许青的线接拐 从虚无无形而来 于是 水流之声回荡 浪花之音传出 一条浩渺的水脉 蜿蜒流淌 越来越大 最终形成了一条震撼宇宙的时光大河 虚余间 出现在了许青抬起的右手之上 那大河今世 其内蕴含了众生之影 蕴含了万物之灵 仿佛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的摇篮 滋养着广袤的星空和数不清的万物众生 此刻 被许青的线所长 降临而来 在许青右手放下的一瞬 向着下方 镇压落去 星空一阵 虚无扭曲 所有感知这一幕的异族修饰 纷纷心神骇然 而那盘膝垂掉的中年男子 亦是神色大变 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在他心底骤然而起 来不及去解释 昆吾的准先修为 全面爆发 瞬息间在其四周 开出了一朵朵花 长出了一株朱草 出现了一棵棵树 无尽的植物 在寝刻间凭空出现 且以惊人的速度生长 铺展四周一切虚无 好似在星空里 画出了一片无边无际的 原始丛林 更是向着落下的时光长河 涌现而去 蔓延在了时光长河里 生长在了河水中 似要将那条浩渺的水脉 变成丛林的一部分 欲将其笼罩 这 就是昆吾的线 执主 取轻面无表情 落下的右手 瞬间掐绝 顿时墨扬宇宙内 那数不清的星辰 全部战斗 属于他们的时光 也被抽离出来 化作了时光长河里的沙粒 每一颗沙粒 都是一颗星辰 以星辰为沙 使长河有了根基 有了重量 再次镇压 河水内的植被 顷刻崩溃 河水外的丛林 也出现枯萎之意 只是 昆吾身为准仙 自是不凡 所以那崩溃 正在恢复 那枯萎 也在尝试逆转 至于其身 此刻不在盘膝 而是默然倒退 目中寒芒闪动 他看出许清不简单 主宰修为 却具备准仙战力 难怪不愿将此地借我 但你终究还不是准仙 话语间 昆吾目中露出灵力之芒 双手抬起 猛逼一挥 逆转乾坤 话语传出的一刻 此地所有植物 崩溃的不再恢复 枯萎的不再逆转 而是自行毁灭 自行枯死 顷刻间 无边无际的植物 全部死亡 而他们的死亡 形成了浓浓的死气 在昆吾的声音里 瞬间汇聚 借来死线 以死折命 死气凝聚 成一张灰色的画幕 其内许清的身影 正被勾勒 这画幕 如死印 画在其上之人 将被折命 这正是昆吾的杀手锏 是他对自身直线的开发与拓展 面对此线 许清目中了芒一闪 他感知到了危险 抬手一挥 顿时时光长河轰鸣 改变了长河的形态 化作了漩涡 轰隆隆的转动间 牵引了风 形成了时空风暴 无间出 画幕阵战 在这无间里 顿时凌乱起来 系上许清的身影 也飞速的模糊 无法勾勒出来 而无间所画风暴 此刻直奔昆吾 眼看自己杀招被化解 昏无面色在变 身体急速倒退 心神剧烈波动 漠然开口 能将线掌控到这般程度 你是此界飞升者中 列位第几 曲青梅回答 他虽与准仙的战斗不多 但很清楚任何一个准仙 都有自身强悍之处 尤其是眼前这位 是前几界的飞升者 本身也是天骄 这样的准仙 自然更强 于是体内平行限动 瞬间一层层时空 轰然落下 如万花筒开 更有天理出 昏无双眼瞳孔一缩 强烈的危机感 在他心中瞬间爆发 他毫不迟疑立刻取出 回归他宇宙的仙剑 猛地传颂 他不想打了 他原本选择做一个恶客 继续留在这里 是仗着自己的修为 同时也知晓那些 心境的飞升者 大都是主宰而已 以自己的修为 当年虽只是 飞升者里的六十多位 可如今已成准仙 欺负欺负新境者 也是正常 自己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 所以准备对其强行压下 毕竟 这牧羊宇宙 在他的认知里 虽曾经辉煌过 可如今只是寻常罢了 只是他没想到 接管此宇宙者 竟这般难缠 且战力惊人 尤其是那万花筒的一幕 让他的生死危机 在刹那间强烈到了极致 似乎晚一步 就要死亡 这让他骇然无比 此刻身影瞬间模糊 已然传颂 刹那消失 只是 天理 以随之而去 取清冷冷看去 伴赏抬手 天理归来 其上染血 与此同时 所有关注这一战的 牧羊宇宙一族强者 此刻全部心神震撼 纷纷低头 向许清所在之处膜拜 与昆吾临走前心底的疑问一样 这些异族强者 也都各自骇然 内心对于许清的排名 有了猜测 同一时间 距离牧羊宇宙相对不是很远 只间隔了七八个宇宙范围的星空中 有一名为天都的宇宙 此刻 这天都宇宙内 仙殿里 昆吾的身影从传送中显露出来 出现的一刻 他喷出一大口鲜血 目中残留骇然 其面色更是苍白 头发从蓝色改变 成了灰色 浮现阵阵枯萎之意 甚至气息 也都不稳 哪怕他立刻盘膝 不惜消耗自己的先呸 试图稳固 可修为上下起伏间 最终无法定格再准先 整个人衰败下去 但好在 没有衰败太多 终于停顿在了主宰巅峰的状态 半晌后 他睁开眼 苦笑一声 回忆传送过程里 突然出现的那里尘埃 他依旧心计 此人 绝不是寻常之辈 这一次心境非生者里 他必定是声名赫赫者 昆吾深吸口气 内心对于自己之前停留墨洋宇宙的行为 有些悔意 于是叹了口气 开始传音 向好友问询这一届非生者中的前十名单 取久 得到回复之后的昆吾 身体一阵 眼睛睁大 第一 昆吾呆了一下 随后又释然 暗道倒霉 难怪这么强 但下一瞬 他又皱起眉头 不对啊 正常来说 这种人应该获得特殊宇宙才对 至于墨洋 虽曾经特殊 但如今沦为寻常 难道 墨洋宇宙内有什么我不知的情况 昆吾迟疑 但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打消了自己再去探索的念头 若许清只是普通非生者 他还可不去在意 即便是前十之列 他也能呼唤到友谊同 毕竟出自大仙山的他 在这九暗天里 是有人墨的 可第一的话 他很清楚 那不是自己可以招惹的 历界非生者中的第一 都是会被九暗仙主关注 这样的人 惹不起 第一千两百张臭地点 你好坏哦 时间就这样慢慢流逝 九暗天 宇宙时 一个月过去 这一个月 是相对整个九暗天的那些宇宙而言 并非星域星旋乃至星系 实际上 如此大的九暗天 其内无穷宇宙里的时间流速 自然也根据不同族群的文明 呈现不同的记录 但这不重要 任何一个族群 但凡是在九暗天内 那么他们对于时间的记录方式 都是多种并行 除了自身所在星辰的时间外 还有所在星系的运转记录 一些大的族群 还要加上星旋乃至星域 甚至宇宙时 所以许清在木土的这一个月 或许对于很多生活在若杀利班繁星之中的一族来说 是属十年 也可能是数百年 越是漫长的 代表所在星系越小 同时也代表规则法则的残缺 以及星系等可被吸收能源的稀少 同时 生活在满时光里的众生 自身一样存在某些残缺 可能是魂 可能是血脉 可能是因果 这使得他们哪怕度过了数百年 自身的绝对增长 也依旧是缓慢无比 某种程度来说 这是一种平等与平衡 这一点 对于盘西在木土 选择与昆吾一样去钓鱼的许清来说 感受很是清晰 这一个月里 他通过时光线 对于宇宙的运转了解得更深 同时也曾尝试进入黑洞 可只下沉了不到石杖 就在其内恐怖的排斥之力下 不得不停顿下来 随后没有离开此地 而是在黑洞外盘西 一边钓鱼 一边研究 尽管神念无法深入太多 尽管这里的原池 似乎很难喷发出来 是许清有一种作用 宝山却很难拿到质感 但不得不说 于此地修行 他能感受到自己的先胚 明显要比于其他地方修炼 生长速度更快一些 即便是原池 很难从墨土里喷涌 但一些有离生腾的气息 依旧有效 同时 昆吾的锤钓之法 应该也有参考价值 许清晨颖 低头看向手中的鱼竿 这一个月 他学着昆吾那般锤钓 虽始终没有将原池钓出来 但许清觉得 这行为硬不是无用 可能是时间还不够 钓鱼需要耐心 许清若有所思 目光从鱼竿上移动 落在前方的黑洞里 牧羊宇宙能被那来自先公的老者 称之为战略资源 必定有其珍惜之处 原本 许清以为墨羊宇宙的特殊 在于这里有原值 但一个月前 与昆吾的那一战 从对方的言辞 以及反应里 许清看出了一些端倪 首先 对方曾说 这片宇宙曾经辉煌 如今沦为寻常 其次 似乎他对这一界的排名 有些模糊 并不知小具体的名次 最后者可以用昆吾沉浸修行 对外界并无太多信息打探来解释 但若再加上 对方也曾是非生者这个前提 那么他不可能不知小历届第一 会被奖励战略资源宇宙 所以 通过这几个条件 许清得到了一个答案 昆吾 不认为这个牧羊宇宙 是具备战略资源的 即便是有原值 他的想法依旧如此 所以不曾想到 能获得此宇宙者 会是此界非生者中的第一 他对此宇宙 并不了解 那么这牧羊宇宙的特殊 到底是什么 许清看琢磨土黑洞 心底隐约有一个猜测 或许 答案在这黑洞里 除了原值 黑洞内或许还有其他 能让我惊喜之物 但可惜 目前我只能下沉十丈 除非我身边在有一位准先 彼此配合下 或许能具备探索更多的能力 许清一边垂吊 一边沉吟 同时也在整理自己未来之路 首先短期目标 是一年后 要去接引宇宙 获得在这九岸天的职务 而长期目标 是需要大量的原值 以此让我的仙胚塑造出来 踏入准先 且准先之后也同样需原值 使仙胚能快速大成 而后感悟第十级 成仙 最终 回归旺谷 时间 还剩下二十年 不知能不能来得及 举青抬起头 望着远方 不知不觉已在这第五星环境十年了 望古 距离这里太过遥远 许清无法确定具体位置 只能通过冥冥中的感应 模糊地判断大致方向 不管如何 时间一到 就要回去 若能呈现自然最好 若不能 也可接一些外力 许清陈寅 所以我的那座星塔 也需修复一下 正好借助这一次获得的奖励机会 想到这里 许清心底计划一番 随后思绪还是放在了原池上 原池 决定了他未来修为的层次 其实获取原池 还有一个方法 许清眯其眼 目中露出一抹幽芒 那就是神灵 神灵本就是上行星环的主体 也是原池中诞生出的生命 而他们成长的过程 就是吸收原池 且因是上行本土生命 所以在吸收原池上 比修饰更适合 也更容易 他们的体内 本就蕴含原池 所以吞噬神灵 也是一个办法 只不过不精纯 一方面吞噬要更多血凶血 另一方面也可能被其影响 但 这也是最快之路 尤其是我具备神灵分身 所以这种影响 对我而言 并不是不能化解 取清思索 脑海浮现自己刚刚来到第五星环时 出现在的那座神灵监狱 神灵在监狱里 借助阵法不断地被压榨与转换 使他们散出灵气 这是一种利用之法 目的是提升灵气浓度 方便低阶修饰修行 而修饰越多 自身散出的灵气也就越多 渐渐就成了正循环 当这灵气浓郁到了一定程度 就成了仙气 想来这就是宇宙内一族存在的意义 与价值所在 依靠无穷的一族 来滋养修饰之路 同时修饰这条路 走得生命越多 就越是棒驳 取清回忆所见所闻 内心明目 但四大星玉那里的神灵监狱 关押的神灵层次都不高 那么高阶神灵 也必定存在属于他们的监狱 想来利用之法 大概率就是压榨原职了 这条路 可以找个机会 去尝试一下 至于现在 摆在我面前最重要的 还是这墨土 取清低头 目光再次落向前方的黑洞 这里蕴含的原职 取清目中露出迟疑 他心底有一个念头在生疼 渐渐闭上眼 半晌后再次睁开时 目中露出果断 左手抬起一挥之下 顿时一个青色的碗飞出 碗内 有拳头大小的一块泥 颜色赤红 此物 正是邪灵子当时给予取清的宝物之一 神泥 这是第五星环修士掌控神灵的众多手段之一 可捏出神灵的模样 以此女操控 凌望此女 许清抬手一抓 顿时那血泥飞出 漂浮在了许清面前 在她的神念融入下 此女形态改变 慢慢 被捏成了一个狐狸的模样 做完这些 许清忽然开口 还不出来 她话语回荡间 一个娇滴滴的声音 在四方回荡 哼 你这个没良心的 以前叫人家上神 现在你 连个称呼都没了 称呼没有也就算了 原仰也不给我 甚至还要以此物来控制我 你个没良心的 我为你付出这么多 哼 我不出来 取清 神色如常 袖子一甩 顿时一个单瓶飞出 其内存在一滴鲜血 出现的一刻 星空轰鸣 虚无间似有阵阵雷霆咆哮 四周刹那扭曲 全部模糊 这 正是那滴与你狐狸神拳相近的神主之血 你狐狸的呼吸 立刻急促起来 取清的声音 亦在此刻传出 这第五星环 神灵进行 你神火进食还好 可一旦吸收此血 突破成为神台 那么我不确定会不会被盯上 甚至有可能突破的一刻 就有阻碍降临 即便是极光仙宫内 你获得了身份 有了根基 但我不确定这身份对你的认同程度 能否完美 所以 我以此神尼捏出你的形态 看似掌控 实际上是出现意外的情况后 一个对外的说法而已 如此 就可最大程度确保 你的晋升 不会出现危险 委屈你一下 取清平静开口 你狐狸明显心动 可还是横了一声 叫一声姐姐 我就听你的 取清沉默 想到尼狐狸一路的陪伴 以及在极光仙宫的辅助 半晌后 叹了口气 姐姐 随着这两个字的传出 尼狐狸那里明显舒爽了 传出妩媚的娇笑声 借着身影幻化出来 成了一缕缕星光 直奔神尼捏出的尼狐狸飞去 刹那没入其内 这尼狐狸前一刻寒如死雾 但眨眼间就如同活化一般 出现了色彩 紧接着活了过来 成了一个千娇百妹的少妇 走向许青 汹涌的双风随着她的走来回应阵阵波涛 葫芦一般的腰线更是纤细无比 配合那翘起的臀颖 可让众生本能吸气 心跳加速 堪称完美 而晶莹的皮肤 凹凸有致的身姿 在这摇晃里 透着让人想要一清方泽之意 仿佛可以肿在别人心中 生根发芽 此刻临近许青 传出慵懒中带着娇媚的声音 臭弟弟 你好坏哦 捏人家身体时 怎么不给人家捏一件衣服呢 第1201张胸无大致的胡美人 曲青叹了口气 心底生起一股无奈之意 实在是与你狐狸从第一次相遇直至如今 对方说话的语气 一直都没有改变过 总是那么的直接 总是那么的平地惊雷 也总是那么的大胆 不管是自己弱于对方时 还是强于对方 他始终如故 似乎任何时候 他都有办法去用不同的方式来调戏自己 曲青摇头 抬手一挥 顿时一道长衫出现在了你狐狸的身上 将他那足以让人惊心动魄 傲视巅峰的身姿笼罩 嗯 衣服有些紧了 原来臭弟弟你喜欢谨慎的呀 你狐狸摸了摸胸口 向许青称道 你现在可以吸收神血 尝试突破 许青无视此话 淡淡开口 眼看许青这里无视的模样 你狐狸眼口一笑 越发觉得有趣 故意上前一些 心了一生 好呢 少主挑的你想让人家怎么突破呢 声音软末 透着苏麻之意 那一声少主更是荡气回肠 好似回到了极光仙宫里 成了虎美人 曲青在一旁盘膝壁幕 继续垂掉 平静开口 时间有限 你自己斟酌 虎美人文言娇笑起来 不过他自然也知晓如今最重要的事 是吸收神血 于是伸了格揽腰 抬起下巴 看向漂浮在半空的丹屏 凤幕内的妩媚剑散 被一抹金光取代 随后抬手一抓 顿时那单瓶碰的一声碎裂 其内的神主之血 散出惊天动地的气息 处不清的神闻 在内浮现 彼此交错 相互组合 同时这滴鲜血 也在剧烈的蠕动 时大时小 在半空变化出各种模样 隐约间恐怖的威压在内蕴含 更有无声的咆哮 似在虚无回荡 而仔细去看 可以看到在这滴鲜血里 似存在了星辰 属不清的星辰 且都是赤色 似乎它们 才是这滴鲜血的内直 而之所以鲜血赤红 是因那属不清的星辰 所散出的红光 将其渲染 望着这滴鲜血 虎美人深吸口气 体内神威轰然爆发 瞬息间八方模糊 一直在这一刻滋生而来 一片海面 随其神袭而出 其内所有都是颠倒 海在天 星空在下 于是天空折射无尽星光 洒落尖祖成一尊 浩渺神像 屹立在海天之中 随后张开口 向着那滴神主之血 漠然一息 顿时那滴鲜血 直奔神像而来 瞬间没入神像之口 下一沙 神像阵战 表情露出痛苦之意 那鲜血 在被吞噬后 吞去了血色 展现出了属于神灵的金色 更是如同一团火 竟在泥狐狸神像体内 轰鸣燃烧 火势巨大 似要将神像从内向外 彻底焚灭 还要将四周的海与星空 全部焚烧殆尽 更有惊人的气息 从神像体内轰然散出 之前 那滴鲜血的威压 是蕴含在内 并未太过散出 如被封印了一般 好似死物 但现在 这鲜血在被泥狐狸吞下后 似被激活 于是恐怖的气息 从一狐狸神像上爆发 带着无与伦比的波澜 如横扫宇宙的风暴 直接笼罩了 这陌羊宇宙全部星域 全部星系 全部星辰 所有星辰 纷纷阵战 其内众生 无不色变 百质万物 都在摇晃 楚不清的一族 一个个骇然 所有的强者 都在这一刻神色大变 一道道目光 从陌羊宇宙的各个区域 全部投向 许青所在之地 这一幕 让许青也都动容 这股气息 太过惊人 在其压制下 牧羊宇宙的战斗 无比明显 而尼狐狸那里 此刻神像出现裂痕 金色的火焰 从内扩散开来 它的海天正在消失 它的印记也在模糊 此无法承受 取青目光一鸣 它知道 跟随自己来着 第五星环的尼狐狸 只是一个分身而已 显然此刻以分身之力 难以承受那滴神主之血 于是正要尝试相助 欲帮你压制神血 这么做 是消磨神血之力 使其降低层次 以达到可被吸收的程度 如此一来 效果可能有所欠缺 价值会减少 但眼看尼狐狸承受不了 许青也无法眼睁睁 看对方焚烧 可就在许青要出手的一刻 尼狐狸沙哑之声 默然传出 我可以 下一瞬 尼狐狸那即将崩溃的神像 突然一阵 其头顶浮现出一片星空 那不是第五星环的星空 那是 望古大陆的星空 也是第九星环的星空 这片星空 散落一缕缕星光 如同星雨一般 倾盆而来 落在尼狐狸的神像上 融入其内 压制金色火焰 不断相融 但还是差了一些 那金色火焰 渐渐似重新占据上风 使焚烧之事卷土重来 关键时刻 尼狐狸目中露出果断 张开口 深吸口气 神音回荡 主次 逆转 其即将破碎的神像 竟在这一刻 似有了心力冥冥中涌入 越来越多 前扑后继 不惜代价 神像光芒 在这补充中 渐渐璀璨 直至光芒刺目 而星空落下的星光 也在这一瞬无穷无尽 不再是雨 而是成了星光之海 全部落下 持续地滋养 终时那金色火焰 慢慢平稳 慢慢不再散出 开始与你狐狸神像 逐步地结合 扩散在整个宇宙的威压 也渐渐收回 神像上的星空 也模糊起来 缓缓消逝 一座浩瀚惊人 狂大至极 似乎可以支撑星空且神圣无比的巨大祭坛 从神像下渐渐升起 要将神像高举 那祭坛 充满了古老之意 上面浮现数不清的神文 仿佛开天辟地就已存在 仿佛本就是上行星环的一部分 此刻散出浓郁惊人的神灵气息 超越了神火 那是神台 当其彻底速成的一刻 就代表尼狐狸 踏入神台境 这一幕 许清看得清清楚楚 隐约间 他能感受到 尼狐狸在方才那一刻 所展现的神术 是以牺牲期望古本尊为代价所展现 如此 才真正地将那滴神血吸纳 此刻即将突破 同时 许清也感受到了上行星环对神灵的钟爱 神台 相当于修士体系里的准仙 而修士从主宰突破踏入转仙 引起的天地变化虽也不小 但绝对无法与这一刻 女狐狸的突破所比较 就仿佛 在上行星环的规则里 这才是正统 甚至许清明明中 感受到了这片宇宙 这片星空 似乎都在这一刻 为神台的出现去助力 神灵 的确是上行星环的宠儿 许清心底喃喃 而这般动静 想来必有九岸先攻的执法者感知到了 几乎在许清脑海里 这个念头出现的瞬间 星空一阵 一股言语无法形容的力量 无声无息的到来 落下的一刻 墨扬宇宙的众生 瞬间静止 万物全部不动 太阳的光 以及星辰的运转 也都在这一刻 凝固了 就连时间 也如冰封 整个墨扬宇宙 被一个巨大的气泡笼罩 其内的一切 被隔绝 包括泥狐狸的晋升 包括神台的塑造 包括上行对神灵的宠爱与相助 纷纷停下 一动不动 一双眼睛 出现在了星空里 取代了墨扬的所有 凌望许清所在之地 似乎一念之下 整个宇宙 无论许清还是泥狐狸 都会在眨眼间 形神俱灭 不复存在 取清压下星际 攻身开口 大人 这是我的神魔 那双眼睛 看向泥狐狸 刹那间 泥狐狸神像模糊 其一生的经历 在内浮现出来 从一开始的那位仁皇 面对神灵侵袭 选择三魂转生 各自成了神灵之体 直至与许清相遇 而后牵连 一同进入第五星环 随后 是百花齐放 如成了齐根 接着 是神灵为体 命被许清所掌 一切秘密 清清楚楚 他若犯错 罪于拟同 冷漠之声 在星空回荡 落入许清心神 取清一败 对于这位的身份 心中已有答案 清空的那双眼睛闭合 牧养宇宙外的气泡消失 宇宙内的星辰 众生 万物乃至泥狐狸的突破 重新恢复 所有人 没有任何察觉 而泥狐狸那边 此刻神台轰鸣 已彻底的屹立起来 将其神像高举后 神台静的气息 从泥狐狸身上升腾 下一瞬 他睁开眼 身上金光闪耀 背后似有无穷 星辰璀璨 抬手间 将四周异象全部收起 倾效中走向许清 臭地点 之前那般谨慎 还用泥巴捏了人家身体 现在去看 似乎也没什么意外麻 离狐狸言辞轻松 心中对于这一次的收获 更是无比满意 此番他不但是晋升神台 更是吸收了那滴鲜血里的神拳 未来晋升真神 也是从渺茫未知中 变得有了方向与路途 可以说是收益巨大 许清慕有深意地看了倪狐狸一眼 淡淡开口 方才 久安先祖来过 许清话语一出 倪狐狸那里眼睛睁大 瞳孔收缩 他知道许清的性格 所以明白许清这般去说 必定是真实的 而自己全程竟没有丝毫察觉 于是叹了口气 心底难难 这个心环 管他呢 无论是神 还是仙 都和我没关系 未来的事 与我无关 一切老娘开心就好 离狐狸想得很通透 此刻找了眨眼 将这些事情甩开 正要展开调戏 许清没给他机会 目光落在一旁黑洞墨土上 笔记以神台 那么和我一同进入此地 探查一番 看看这牧羊的特殊 到底是什么 说完 一步走去 看着许清的背影 你狐狸舔了舔嘴唇 臭弟弟啊 你越是这么一本正经 人家就越是喜欢呢 第1202章原始上星丁 墨土 如一个黑洞 但也有不同 其内没有任何漩涡 也不存在吸扯之力 就好似只是一个星空的窟窿 且还是规整的原形 至于通往何处 或者到底多深 少有人知晓 唯有外在的范围 与许清的神念感之理 可以看清 堪比一个星域 与墨洋宇宙相比较 这范围其实并不大 可实际上站在其边缘 那种浩渺之意 依旧强烈 尤其是那一丝丝 游离散出的原质气息 如物如蓄 更是围着墨土黑洞 增添了神秘 而此刻 在这神秘的墨土里 许清的身影如一条在黑洞中游动的鱼儿 艰难的前行 其身后跟着的霓虎里 亦是神灵之力扩散 为许清加持的同时 他们也相互建立 每个石杖 都会彼此交替 先是许清及持 而后改成尼狐狸当手 之所以已是石杖 是因这墨土黑洞内 非但没有吸彻之力 甚至越是往下 还有排斥存在 且越发强烈 若只是许清一人 他当初尝试过 石杖已是极致 如今依靠与尼狐狸之间的相互配合 才突破了极限 相互交替 只是猝此之后 随着排斥之力的浓郁 许清前行越发艰难 尼狐狸那里也是这般 种在深入到二百丈的位置时 无法继续 似乎这里 就是准仙的极限了 同时 也有一股奇异的味道 从深处入影若现的传来 似乎是铁锈之味 带着一些心 让人难以分辨具体 这里不对劲 这味道 我好像有些古老的记忆 墨土下二百丈边缘 尼狐狸神色变化 感知四周 又凝望无尽的下方 飞速开口 其旁许清 此刻全身传出卡卡之声 那是肉身被挤压之音 它虽现强 可肉身毕竟只是到了幻真的程度 所以面对黑洞内这股排斥之力 有些难以承受 只能是以自身的线去笼罩 以此消磨 而这二百丈 对于墨土黑洞来说 只是其深度的意思罢了 不过 原值的量 要比上方多了一点 虽无法继续探查 但在这里钓鱼 效果会更好一些 且这个深度 昆吾虽也是准先 可其线因无法支撑 它到此位置 取清眉其眼 沉吟后是一名狐狸 为自己护法 自身盘膝打坐漂浮的同时 抬手取出鱼杆 将其一甩之下 鱼绳落下 垂入更深之处 昆吾的这鱼杆 老是不俗 带着这样的思绪 许清定气凝神 慢慢等待 而尼狐狸 一边为许清护法 一边皱起绣眉 不断地回忆 他确定自己没来过这里 也确定自己为人时 不曾有关于此地的记忆 之所以熟悉 似乎是自己当年成神时 于冥冥中感受到的认知 以及关于神灵的海量信息 就这样 时间一点点流逝 半个月过去 随着泥狐狸的思索越发清晰 许清在这墨土内外的垂吊 也因未知的缘故 终于在这一天 迎来了第一缕收获 于县 在洞 许清双眼漠然开合 看见了一个五彩斑斓的光团 这光团出现在了黑洞下方 虽只有头颅大小 光芒闪耀间 将四周照亮 于黑暗里 格外明显 它看似是光 可实际上却是一体 吸附在了鱼沟上 随着余线的震战 随着许清齿干一甩 顿时那光团一体猛地从下方被拽出 靠近了许清 临近的一刻 朦胧的圆直气息 扩散四方 许清只是略为感知 其身体正在形成的仙胚 就随之波澜 双眼明亮 一旁的霓虎里 也是内心生其本能的渴望 圆直 是上行三十六星环的根源之力 是神灵的圆 是星环的直 无论是神灵的神权 还是修饰的权柄 从本质来说 都是来自于此 即便是神格 即便是线律 也是这般 这是组成上行星环不可缺少之力 亦是修饰塑造自身仙胚 甚至是仙胚大成化仙人 最好的补品 但你狐狸明白 此物对许清而言 无比珍贵 所以只能选择克制 下一杀 许清抬手 将那五彩光团一体一把抓住 随后沉没了几席 猛地一捏 顿时这光团在其手中改变了形态 顺着其手臂流淌 直至蔓延全身 而许清的神魂外放 所形成的幻真之体 此刻就好似海绵 飞速的吸收 随着光团一体越来越少 随着其光芒越来越淡 当完全消失的一刻 许清身上的气息 轰然而起 神魂外放形成的幻真之身 此刻持续的波澜中 距离达到不灭境界 只差一丝 许清睁开眼 感知自身后 他抬手一抓 顿时邪灵子当初给他的那个白色小瓶出现 一挥之下 瓶身成为飞灰 如被分解消散 而随着小瓶的散去 其内装着的一体 也展现在了许清面前 一样是头颅大小 一样是五彩斑斓 一样是原质 一模一样 许清眯起眼 不再迟疑 一把抓去 方才的一幕 再次出现 随着其幻真之身的吸收 他的气息越发强烈起来 肉身的强度 也在节节攀升 直至最终 许清全身光芒万丈 传出轰鸣如天雷之响 他幻真之体内部的真正肉身 此刻变得虚幻 变得透明 好似融化 又仿佛是出现了某种质变 幻真不灭 这个过程 是灵魂先外放 形幻真在外 成幻肢体藏真身 又逐步代替真身 此境大成 是将自己原本被幻葬的真身融化 使其从始到虚 成为灵魂 这一境称之为不灭 但显然不是真正的不灭 因为到了这个层次后 肉身与灵魂 都已重塑 且彼此交替 如同是魂中有身 身中有魂 彼此具备了彻底交融的前置条件 所以同境之战 相互极难彻底灭杀对方 唯有以更高层次之力 才可斩杀 而此刻 许清的修为 即将达到这个层次 他被幻葬的真身 越发透明 直至最终 彻底逆转 从始到虚 真身成魂 幻真成真 内为真 外溢真 下一瞬 许清的气息生疼 他的现在闪耀 流转全身内外 窗目 漠然开合 平静的目中 自有灵力在内弥漫 所谓不怒自威 往往也都是眼神所决定 一旁的泥狐狸 此刻内心一阵 这一刻的许清 给他的感觉 要比之前强悍了不少 下一步 就是幻真不灭的最终交融 那是内真与外真的彻底融合 使身体变成 鲜呸 所需原值 要更多 许清感知自身 粗略分析之下 想要达到那一步 需要如之前那般大小的原值 差不多100团左右 想到这里 许清低头看向下方 正准备借助如今肉身的变强 尝试一下能否继续下沉 可身边的泥狐狸 却抬起手 拦了一下 取清转头 望向泥狐狸 泥狐狸的神色严肃 这样的表情 在他身上可是极其少见 取清双目一宁 以修行的这段时间 我不断地回忆当年成神的一刻 所获得的认知与神灵的信息 终在那海量的传承里 找到了对此地熟悉的答案 准确地说 我熟悉的是这里的味道 泥狐狸声音低沉 这是原始上星铁的嗅味 在我当初获得的信息里 上行36星环 大小并非固定 它们每个一段悠久的岁月后 都会膨胀一次 扩大范围 这是上行36星环的本能 而在这多次的膨胀中 偶尔会在膨胀的状态下 于一些位置出现裂缝 每次裂缝出现 所在星环的至高神灵 都会以一种极其特殊的物质 倾尽全力打造成一枚钉子 定在碎裂的地方 以此阻止裂缝蔓延 使其慢慢愈合 大特殊的物质 名为原始上星铁 狄狐狸说到这里 目光看向四周 而这里存在的味道 应该就是原始上星铁的气息 所以 许清缓缓开口 所以 这次黑洞般的木土 若我没有猜测 应该就是在古老的岁月前 一处出现了裂缝之地 而为了防止裂缝蔓延 被这第五星环神尊 钉下的钉子之处 而如今 那可以承受星环碎裂之力 阻止星环裂缝蔓延的恐怖钉子 已被取走 但这种物质 想要温养 想要让其长存 是需定时回归此地的 所以 这牧羊宇宙所谓的战略资源 以及特殊 十有八九 就是因它温养那枚原始上星钉的作用 至于下方 泥狐狸低头 望着漆黑的深渊 或许 唯有神尊 才知晓被钉子贯穿的上行星环幕后 到底是什么 我们 是没资格 也没能力知晓的 所以我很好奇 这种温养原始上星钉的宇宙 放在任何星环 都是极其重要之地 为何会给我们 所以 我不建议 继续探查下去 比狐狸神色更为严肃 它虽没有明说 但话语中已透出它的怀疑 它本能的感觉 这件事存在了某种未知的推动 另外 原始上星钉取出时 不需要寄宪 可 回归的一刻 这个宇宙内的众生 都将成为 祭品 狐狸 低声道 第1203章道链宇宙 祭品 听着你狐狸的话语 许清目光落向深渊 陷入沉思 半晌后 它收回目光 平静开口 既探索困难 便先放一放好了 说完 许清身体一晃 从这木土内上升 向外飞去 离狐狸在后 心里也松了口气 在回忆起这是个什么地方后 它对于继续探索 有着强烈的不安 甚至闻着那铁锈的味道 都感觉心悸 毕竟 谁也不知 那被取出的原始上星钉 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若真的敢巧 在他们探索时回归 那么钉入此地的一刻 也是它和许清行神俱灭之时 当然 这样的事情 尼狐狸也知晓概率不大 所以它真正心悸的 是这墨土下的未知 那是超越了它全知的神秘与凶险 此刻眼看许清放弃 尼狐狸松气之余 也立刻跟随 就这样 于许清一前一后 离开了墨土内 出现在外的一刻 许清抬手将鱼干扔给了尼狐狸 尼狐狸接住后 心里已有猜测 于是脸上露出一抹忧怨之意 臭地点 这是要自己跑出去玩 让人家在家里给你钓鱼 许清点了点头 它的确是这么打算的 距离前往街银宇宙 还有十个月 时间有限 所以关于飞升后的一些奖励 我也要去拿一拿 快则簇月 慢则半载 我会回来 这段时间 劳烦上神 在此地帮我继续垂钓 对于原职 自然是越多越好 说完 也不等尼狐狸同意 许清身体一晃 当先离去 尼狐狸哼了一声 看着许清离去的身影 撇了撇嘴 嘴上刻刻气气 语气却蕴含了一抹不容质疑 行为也是这般 这小子 是长大了啊 敢这么和我说话了 不过 这个样子的他 人家更喜欢了呢 撇嘴之后 尼狐狸忍不住舔了舔嘴唇 在这末土外御手一挥 顿时其四周凭空出现花海 其内花朵盛开 从里面走出一个个千娇百妹的女子 这些 都是尼狐狸神术所塑 栩栩如真 殷殷艳艳艳之际 还有娶乐在这里回荡开来 好似回归百花宫 所以自然也有软榻随之而出 同时还伴随着一些鲜不灵酒 比狐狸 是会享受的 此刻如贵妃一般躺在软榻上 鱼干一甩 鱼陷落入墨土 随后一边吃着鲜果 喝着灵酒 听着美了 心情愉悦 生活 可不能亏待了自己了 发生在墨土外这一幕舒适垂掉 许清临走前有所察觉 每个人的喜好不同 认知也不同 离狐狸喜欢享受 喜欢热闹 但许清喜欢祝贺 喜欢安静 前者觉得枯燥的事情 可能在后者心中是一种安宁 所以无论过程怎样 都是选择的不同而已 最终只要把原职调出来就好 带着这样的思绪 许清利用自己的仙解 离开了牧羊宇宙 前往盗链宇宙 无论是对于法宝的献之洗礼 还是下先亲自炼气的机会 都是在盗链进行 而盗链宇宙 自然也是特殊的 甚至说是战略资源宇宙 也是合理 因为这个宇宙 在炼气上 已是整个九岸天的核心 其内人为的改动 亦是巨大且惊世骇俗 盗链宇宙 没有心欲 没有心系 有的 只是一个浩瀚的轰炉 这轰炉 占据了盗链宇宙的七成区域 由此也能想象 这轰炉的庞大已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而轰炉内的盗链之火 来自 数不清的恒星 整个盗链宇宙的恒星 都被挪移到了这里 来拿加持此地之火 但形成这盗链之火的 不仅仅只是此宇宙的恒星 还有一部分 是为了让盗链之火更旺 故而从其他宇宙摘下送来 另有一部分 则是来自神灵的火 这一切汇聚在一起 就形成了这恐怖的可容纳亿万气 是一起炼气的盗链轰炉 远远看去 这轰炉其实与太阳也没太大区别 只不过更为惊人 更为浩瀚 成了这个宇宙内的唯一天体 同时还有数不清的虚带 从这道链轰炉上散出 与八方飘摇 每一条虚带上 都可见密密麻麻来来往往的修饰 整个九岸天 但凡有炼气需求 且具备资格者 都会来此 于是就使得这道链宇宙 时时刻刻都热闹非凡 曲青的身影出现时 就是在一条虚带上 无论是眼前所望 还是四周传来的声响 以及那扑面的热浪 都使许青有一瞬的恍惚 如此轰炉 许青心底难难 脚步没有停顿 向前及持 顺着所在的虚带 走过来来往往的人群 终接近了尽头 于树立在此地的黑色祭坛前 排队等待 悼恋宇宙的练戏 因需求巨大 所以任何一条虚带上等待的人群都不少 好在其内的练骑师 数量也是惊人 故而这排队的时间 倒也没有太过漫长 且大多促 都是盘膝闭目 于等待中修行 当轮值到了自身时 则走上祭坛 捏碎玉解 化作光柱 传送进入到练轰炉表层 就这样 在这等待里 促日的时间 一晃而过 这促日中 许青也在细致地观察那道练轰炉 此轰炉分了上中下九个层次 越是下层 炼气入口就越是海量 唯有最上层的炼气入口 数量不多 而八方在削带上传送的修士 绝大多数都是进入下三层入口 进入中三层的不是很常见 至于上三层的 许青没看见过 于是心底多少 有了一些判断 直至又过去了几个时辰 当位于他前方的修士 也走上祭坛 传送消失后 许青终成了守卫 在轮值到他这里后 许青深吸口气 踏入祭坛 取出自己飞升获得的奖励仙剪 按照促日里所看其他人的举动 许青将这仙剪一把捏碎 砰的一声 碎裂的仙剪扩散 融入祭坛上 形成了催发之力 轰鸣间化作一道光束 升腾而起 光柱所去 赫然正是 悼念轰炉的上三层里 第二层 这光柱的出现 立刻就引起四周须带上修士的注意 一道道带着惊奇的目光 纷纷投来 更有彼此议论之声 也在修士中回荡 竟看见了进入第二层之修 悼念轰炉上三层 是先知炼器 一般来说 除非是立下巨大功劳 才会得到这般资格 应该是这一届的心境非生者了 此界列位前十 可获得此殊荣 这些议论里 大都带着羡慕之意 实在是这种下先亲自出手练气的机会 很是难得 而外界的一切 许清并不知晓 此刻的他随着光柱传颂 现身之时 已在了第二层的一处练气口内 炙热之意 扑面环绕 其前方赫然是一个巨大的火堂 一个身穿红色长袍的老者 盘膝在火堂上 浑身散发出恐怖至极的气息 许清感受之后 神色肃然 立刻判断出此人正是一位先 于是功身一败 欲练荷宝 蓬袍老者 并未睁眼 依旧盘膝在火堂上 但却有神念回荡 许清没有犹豫 抬手一挥 顿时取出当初获得那个献宝罗盘 更是将那力天理尘埃 也拿了出来 随后想了想 还将自己的心塔 也放在一旁 做完这些 他恭敬开口 前辈 晚辈想练画着罗盘 以其材质 配合天理 再加上晚辈自身的线 将其打造成一把 与我线可呼应之宝 何种造型 红袍老者神念传出 做成一根签子 取清抬手一挥 将自己当年常用的铁签 幻化出来 以此确定 即将炼制的宝物形态 随后一指罗盘 至于这罗盘内的线 还请前辈帮忙取出 融入我这塔宝内 这一次 火堂上的红袍老者 双目微微开合 恐怖的威压 从其目中散出 落在许清身上 李只有一次练气的机会 许清低头 平静开口 晚辈还有一次 献保洗礼的机会 大不是老夫来做 红袍老者传出淡淡之声 随后仔细打量了一下许清 忽然又道 李是许清 许清点头 红袍老者笑了 既是此界第一 也罢 帮你一次 老者说完 抬手一指 顿时一股惊天之威 从其指尖散出 落在罗盘上 那罗盘一阵 飞速融化 杂质消散 留下精华 至于其内的线 则被无损取出 在红袍老者指尖一摩中 罗盘的线直奔一旁星塔而去 下一沙 火堂内喷出一团火焰 将星塔环绕 将融入其内的线 彻底的合一后 就连星塔自身的破碎 也都在火焰里被重新济炼 不但恢复过来 且散出的威能 明显更强 做完这些 老者开始为许清炼制法宝 将罗盘进化与天理尘埃 飞速融合 接着想了想 取出了一块巴掌大小的青石 挥手放入其内 随后整个火堂的火焰 都在生腾 全部焚烧 持续炼化下 一根铁钳 在火海内入影若现 即将成型的一刻 红袍老者忽然开口 里的线 取清眼看着将练器信手捏来的一幕 知晓眼前这位 必定是大师 心底振奋中毫不迟疑 将自身的平行线散了出来 融入火海里 融入那铁钳内 铁钳猛地一阵 好似成了万花筒 出现了无数虚幻之身 成了 取清眼睛一亮 第1204张仇物史 这根铁钳 与许清流在望古大陆的那一根不同 首先是造型 望古大陆的铁钳 造型是金刚柱的样子 与许清当年铁钳的原始模样 相差不小 而这一根 完全就是最开始的铁钳样子 整体细长 尖端锋利至极 不过单纯从微能去看 倒也说不上哪一根更强 毕竟曾经的那根铁钳 经历了多次炼化 尤其是还有七爷亲自出手 同时也具备气魂 其内存在了众多微能 只不过碍于许清当初的修为 无法将其展现出来 但要说适合 自是眼前这一根 更适合许清展现自身的线 毕竟如今的许清 他的线才是他战力的重点 而这根融入了他线的铁钳 就是最适合他的线宝 可以跟随他的线 进入并与蝶咒里 进入众多的时空中 与他共鸣 尤为关键的 是其真实存在 与共鸣间 不但威力暴涨 更能与许清转换 使许清在线的展现里 方式与方法皆更多 另外 其内因蕴含了天理尘埃 这使得此铁钳在位格上 也是极高 具备了重量此重量 准先进位 所以 这根铁钳 此刻可以堪称是许清如今 所掌握的最强限制至宝 且旁人 无法驱动 甚至碰一下 都会被陷入时空里 如自带无间 即便是强行镇压 也许下先才可 此宝 不错 至少可让你的战力 加持被许 火堂上 身穿赤红长袍的老者 凝望这根被他炼制出来 又加入了一些珍稀材料的铁钳 心底对此宝也很是满意 于是抬手一挥 顿时那铁钳传出嗡名 飞离火堂 直奔许清而来 在许清的面前一顿 飘浮不动 许清心情激荡 抬手一把抓住铁钳 往昔对于使用铁钳所形成的熟悉感 此刻涌现在手掌内 与心神相连后 这展现出万花筒时空的铁钳 慢慢消失 融入许清的手掌 迎在他的时空线内 时刻共鸣 时刻韵养 感知一番 许清极为满意 向着火堂上的红袍老者 功身一败 多谢前辈 不知前辈明慧可否告知 晚辈将铭记此恩 对于眼前这下先老者 许清的感谢发自肺腑 对方不但通融 将自己的心塔修复 还为自己炼制出了这般至宝 尤其是过程里 对方是拿出了自身之物 加入其内 这一笔笔 许清明白 都是恩惠 不必这般 本也是你应得 你可称我九四真君 说到这里 火堂上红袍老者 唯唯一笑 在此开口 我是灵珊的二师兄 许清一愣 随后明白过来 下先者 皆以君称 至于真君二四 则更为特殊 唯有先主弟子 才可观以真君 所以眼前之人的背景 许清已明了 而周灵珊 是灵皇先子的本名 小师妹曾传信 于我们几个师兄 让我等对你多加照顾 所以未来若有所需 你可来这道炼宇宙找我 去吧 九四真君温和之声回荡 抬手轻轻一挥 顿时四周模糊 当许清眼前重新清晰时 他已不再到炼轰炉 而是出现在了一条庞大的须带上 其上修士虽也众多 但与之前的须带不同 这条须带上的人群 都是完成法器炼制的离开者 站在这里 许清回头 遥望到炼轰炉 再次一拜 心底也有感慨 极光仙宫一行 为极光少主与灵皇仙子 序了当年断去的姻缘 这一幕幕所留下的余香 在这九暗天里 正在逐渐地挥发开来 不知他们 如今在何方 极光仙宫内的一幕幕 在许清脑海浮现 带着对他们的祝福 许清转身 顺着所在虚带 准备离去 原本许清为此行 预留了很多时间 而如今的顺利 也让他的时间被节省了太多 那么接下来 就是去一趟阴仙灵 许清心中有所确定 正要取出阴仙灵的传颂仙解 可就在这时 远处有熟悉的声音 传入他的感知里 许清听闻之后 眉毛一扬 没有立刻传颂离开 而是向声音传来之地飞去 那些声音 此刻还在传出 且越发激烈 欺人太甚 真当我们兄弟二人 是你捏得不成 没错 羞辱我兄弟二人 就等于是羞辱这一界的所有非生者 等于是羞辱了我们的师尊蓝服剑仙 羞辱了我们剑仙们一脉所有人 出化之人 正是千军必义这一对剑修 所以 剑在人在 二人低吼 此刻他们表情愤怒 声音康腔有力 拿起所有能拿的背景 直面拦截他们去路的三人 那三人 衣着统衣 都是身穿百兜长衫 所谓百兜 就是字面之意 他们灰色的衣袍上 奉着上百个衣兜 看起来很是特殊 且每一个衣兜 似都蕴含乾坤 绝非寻常 同时 三人身上都有轻微的死气缭绕 不是由内向外的散出 而是被外在的气息所沾染 残留在了身上 且三人虽样子不同 但身上的某种气质 颇为相似 那是一种 如柴狗般的感觉 贪婪之意 阴森之念 似成了本能 而修为 这三位里 两个主宰巅峰 当中之修 已然准仙 面对千军必义的激烈之声 三人咧嘴一笑 毫不在意 其内那位准仙 抬起小手指 扣了扣耳洞 在面前吹了吹 笑了起来 我当然知道你们是此界非生者 可 谁不是非生者呢 我们也是上几界的非生者 而且 到了外界后 虽先都里的宗门个有人脉 但人脉谁没有呢 况且 我们只是和你们商量 想要买下你们的剑而已 不卖也就罢了 我们也没有强求 不过 我们的职责 赋予了可以征招的资格 征招你二人如协同配合 你们若要拒绝 那就没办法了 这中年准仙 摇了摇头 千军必义 文言面色更为难看 而四周关注此地的修士 也有不少 此刻彼此也在议论 这三位 看衣着 是那群贪婪的仇物史 哼 仇物史都是一群柴狗般的存在 打着为战场仇物的名头 在多个宇宙横行 谁见谁厌 尤其是他们这些仇物史 每一对至少也有促使上百修士 彼此同流合污 但又很是团结 寻常之辈 还真不敢招惹 今日不就是吗 这三个柴狗 是看上那兄弟二人的仙剑 买卖不成 看出这兄弟二人心境非生的身份 所以打算征召入队 真被征召进去 虽性命不会被刻意针对 但仙剑是保不住了 四周人群议论纷纷 但显然都碍于仇物史的恶名 所以没有干涉 都在观望 而千军必义 此刻也是心底焦急 出来乍到的他们 还没来得及去寻找自己以往非生的同盟 且也明白 离开九岸天后 等于是从江河走入大海 第五星环一贯以来的规则 都是允许竞争 所以若他们没有能力 那么仙剑被抢 也是符合弱肉强食 于是焦急之意 更为强烈 而眼看双方剑拔弩张 矛盾与冲突即将爆发 许清颖在远处人群里 目光遥遥扫过 心底陈寅要不要相助一下 毕竟那两把剑 从名义上来说 算是自己的 可还没等许清想好 远处一道长虹 以霸道之势 呼啸而来 长虹内的身影 一身黑袍 一头黑发 神色冷漠 浑身散出准仙气息 四周隐约间还有一条条秩序铁链回荡 所过之处 引起无数目光汇聚 正是心还此 他目标并非此地 也自然不是相救 只是练完了法宝 录此这里而已 可在临近的一刻 因其毫无遮掩的气势与霸道 使得千军碧翼那里眼睛全部亮了起来 二人毫不迟疑 急速飞出 口中高呼 拜见大师兄 大师兄救命 同是一戒 以师兄称呼 导演勉强还适合 且这千军碧翼如今交集 临近后更是行了大礼 于是心还子身体一顿 皱起眉头 这里的事情 他没关注 此刻目光一扫 也看出大智 本不想去理睬 但千军碧翼临近后 已躲到了他身后 若这般离去 倒像是自己畏缩了一样 所以心还子虽心底不耐 可还是目光一冷 看向追及千军碧翼而来的那三位百都修饰 自身微压漠然散开 准仙气息翻腾 那三人脚步一顿 其内两个主宰巅峰 都是神色凝重 正宗的准仙 也是眯起双眼 没有继续前行 眼看这般 新还子收回目光 向前飞去 而千军碧翼心底松了口气 快步跟随在后 就这样 三人的身影 渐渐远去 四周众人 也都目露齐忙 而那三位仇误使 此刻都看向新还子三人离去之处 其内的那位准仙 忽然开口 此界非生者 守卫之修 硬不是此人 看来我们小看了这一界 此人绝非寻常之辈 你们去查一下 他是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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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